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非常难以想象到的 真的是巨大的恩典和福分 今天跟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 来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做荣耀的见证 我相信作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证 Amen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了见证 神在我们身上行了神迹奇事 我们就受洗顾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我们就相信真的有这一位真神 有这一位活神在乎我们 爱我们 而且给我们永恒救赎的恩典 那今天在这里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生命的见证 好吧 所以我们分成几个部分 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做了事工之后 我们两个才认识的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两个除了同工之外 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时候大家一看说 男的女的两口子 不是啊 我们两个不是两口子 我们两个是非常棒的伙伴 还有同工的关系 而且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我相信这是神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旨意 他有他的优点 我有我的优点 我们一结合 哎 神就是特别喜悦 所以呢 今天我们分成几个部分 我会先邀请Ethan 来讲他 在我们做事工之前 还有他信主之前 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他跟神一路同行的见证 他讲完了之后 我会讲我的 然后我们之后会讲说 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让我们开始做这样一个事工 然后神对我们的心意 和我们的见证是如何 那我的名字叫Ethan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 那我之前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等于是在一个非常世界的这个生活里面 然后我的一生就是觉得说 我要追求时尚 我要看起来很有钱 我要交一堆女朋友 各方面的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些我的故事 我从小是非常非常叛逆的一个人 如果说各位看不出来的话 我大概13岁的时候开始去教会 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想回家 也不是家里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就是不想回家就对了 我觉得说我可以跟别人说 I don't have to go home My mom don't have control over me I can just do whatever I want 那那个时候我虽然人去了教会 但是我其实并不认识神 然后当时的教导 也就是主日学 然后都是讲一些很笼统的一些东西 就有点像那种劝人向善 然后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说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 如果各位看不出来的话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长得帅到就不OK 玉树林峰各方面的 那一切东西我都可以用我的聪明才智来解决 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可以得到 因为我很聪明 然后我觉得其他的人都很笨 我觉得其他特别是基督徒 我觉得基督徒就是一群被集体洗脑的一群人 就觉得说你一天到晚跟一个不存在的一个朋友 在那边聊天在那边祷告 所以说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自大不满的一个人 非常不OK的一个人 那去教会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没有成为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准则 然后我上大学了之后 很快就离开了教会 因为我不需要跟别人证明说 我没有再被人家管了 然后我就开始去追逐我自己的梦想 尽管这个梦想是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梦想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我想赚很多钱 我想要看起来很成功 我想要跟很多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跟男人成功的定义 就是很有钱 然后很有面子 然后身边女朋友一直一直换这个样子 然后我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得到我想要的 我当上了一个设计总监 我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就是在这个设计部门里面呼风唤雨 然后我底下有几个设计师 我觉得我自己好厉害 但是突然之间 就是某一年 这一切全部都不见了 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故 我在感情上面呢 失去了一段感情 然后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感情 跟平常的分手不太一样 那同一年呢 我的狗也死了 我的哈士奇死掉了 虽然就是哈士奇 我对那个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全部的东西全部在同一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难过 然后我的狗还死掉了 然后呢 失去了我这个收入很高的一个工作 我的人生变得暗淡无光 我之前的努力 我用我的聪明 我用我的才智 我用我的双手打造出来的我的人生 突然什么都不见了 就在我完全失去目标的时候 因为之前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变得有钱 然后跟一堆女生发生关系 我失去了这一切之后 而且我已经达到了之后 而且失去了之后 我想起了我国中的时候 我常去的地方 就是教会 我决定开车去教会 在这个十号公路上面 突然有一个女生打电话给我 叫我马上去罗兰港那个地方 跟她一起去喝酒唱歌 然后她告诉我说 我们这边有两个女生 然后呢 我只邀请了一个男生 这个对男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教会跟两个正妹比起来 这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我做了一个 连我自己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要放弃漂亮的女生 而去当时去教会 去找一个快要50岁的 然后呢 我国中时候的辅导 这个就是我回到教会的契机 就是我当下做的一个决定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教会的生活还是一样的无聊 然后我威胁神说 就是OK 神 我给你半年的时间 你来跟我显现 OK 眼下之意就是 如果半年之内 你没有出来在我面前 这样子怕耶稣的话 那我就离开教会 就表示你不存在 然后有一次那个主任牧师问我说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说 因为你的人生没有目标 那他这句话 深深的伤害到了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 什么叫我没有目标 我目标超明确的好不好 我成功耶 我是最成功的人 我最有目标的人 OK 我想说 牧师啊 你到底 你根本不知道 我在经历什么东西 但是当天我回家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没有目标 所以说我决定 再给神一个机会 你看我多骄傲 就是 神 OK 我给你机会 我就读你这本书 OK 这本书 这么厚一本 我一年可以读完 我imdiscipline 我说到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 我都一定可以做到 我一年读完你这本书 如果你可以改变我的话 我就信你 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很聪明 这厚厚的一本圣经 改变不了我的心智了 因为我太聪明了 我比神还聪明 那当我开始认真的读圣经了之后 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我自己 而且我不了解基督徒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原来是有对跟错的 原来圣经不是像那种佛经一样 只是劝人向善的那一种 圣经是一个世界运作的法则 当我看完整本圣经了之后 我整个世界观都变了 我看我自己的方式也变了 我的人生价值观也变了 然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还有他们的在他们的生活 还有他们追求的事情 跟我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一样 他们还是想要追求灵力 还是想要追求很多钱 还是想要追求 就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很成功 然后到处走出去 是可以很有面子的 所以说我决定 我想要帮助跟我一样的人 然后我想要 我也想证明就是 原来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 一点都不了解 如果说他们真的认识神的话 他们的生活应该不一样才对 所以说我就开始了 我自己的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Project Help Christian 目的就是要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跟圣经的世界观 然后我讨论很多争议性的问题 然后特别是教会不敢讨论的问题 例如像说同性婚姻 还有堕胎 变性 然后共产主义 基本主义 各式各样 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 然后我们的社会应该要怎么样运作的 但是因为不知道种种原因 教会没有再教导 甚至不敢讨论 很多教会很喜欢讨论同性恋 因为同性恋是所有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看 我们都很好 我们都没有同性恋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合一 很多教会只有在同性恋议题上面合一 但是在其他议题上面都是乱七八糟的 那在做整个事工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开始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我活着的目标 就是要传福音 然后透过跟神一起同工 更认识耶稣 这个就是我在开始AI News之前的故事 好 谢谢Ethan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见证 他今天讲的这个见证是一个简短版 因为他其实这个见证还蛮长的 在我们的频道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今天在这里呢 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的见证 大家如果听我的口音听得出来 我是大陆人 而且我是一个正宗的东北妹子 所以我讲话呢 有非常浓郁的东北口音 那我以前呢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 你想要信主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甚至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我是90后 我这一代的年轻人 从小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浇灌下面长大 我是个彻彻底底的无神论 我不相信有神的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 跟那些相信有神的人去讲话 好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以前这个所做过的一些工作 还有我以前涉及的一些领域 其实都是非常超自由度的这样一个 像他以前是服装设计师嘛 那大家都能想到服装设计师那个行业里面 对吧 正常性取向的男人不多 那像我这个行业呢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大学本科 我学的是话剧专业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演员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想说 我闭了业之后 我真的要演戏吗 因为大家都有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就是说娱乐圈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我又不愿意去做 而且我又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种种种种的原因 我想说好 那我要出国去读研究生 于是我就来了美国 然后修了电影制作专业 可是来了这边之后 我发现 原来电影制作专业里面 虽然是幕后人员 但是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也是一个样子吗 好 那我在学校毕业了之后呢 我就到了一家电视台里面 去担任主持人 以及幕后制作的工作 那当时其实我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 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演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是行业里面一个 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是说演戏的人呢 比较瞧不起那些幕后制作的人 因为演戏的人啊 很骄傲很骄傲啊 他就说哎呀 你看是吧 因为我漂亮 所以我可以演戏嘛 因为漂亮镜头要拍我嘛 那你幕后制作的人是谁呢 幕后制作的人 因为你不够漂亮 你不会演戏 你也不会唱歌 所以你要到后面去 你要制作我演出来的东西 所以是当时非常非常 有这样一个骄傲 那我来了美国之后 学这个电影制作专业 我当时也想 我想哎呀 我怎么变成了 我当时特别瞧不起的人呢 我怎么也开始跟电脑打交道了 我怎么也要开始在电脑上面学习 要怎么剪片子 要怎么去做这些幕后制作的东西 我为什么也开始这个 那个棚头垢面的 开始大半夜的 就在电脑那里捡起片子来 我为什么成了我当时特别瞧不起的那一群人呢 当时的我不明白 后来的我才明白 神在预备我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我是在2019年复活节 因为一个机缘巧合的原因 因为我是非常讨厌基督徒的人 我拒绝所有的人跟我传教 很多人跟我传教 用很多的方式 她跟我讲说 哎呀我的见证啊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我以前可以看到鬼的 我可以看到鬼 然后这个鬼总是跟着我 后来我信主之后 我放出耶稣基督名 那个鬼就再也不见了 种种种种各种各样的见证 我都听到过 但是我的心里就想说 好 如果这个东西能成为你们的心理寄托 就是你们觉得人生太苦 你意想中的这样一个神 能够让你在活着的时间里面 得到一点安慰 那你们就去吧 我是一个内心非常刚强的人 对吧 我是研究生 我在美国拿了研究生的学位 我心里很刚强的 我头脑中很有知识的 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欺骗我自己 让我自己有限的人生 感觉活得好一点 我的人生非常好 我很不那个 但是在2017年复活节的时候 我接到我妈妈在中国打给我的电话 说我的外公得了癌症 晚期 很快就要去世 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 我妈说你赶快买张机票 要来回国 那这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难过 我就一直哭 我到了公司去上班 我的同事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这个周末来一下教会 让牧师给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给你的外公做一个祝福祷告 我当时想说 癌症晚期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不是说我给你200万 医生你把我的外公给我起死回生 让他变到30岁时候年轻的身体状态 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 我知道 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 作为外孙女 我为他做不了什么别的 我只能够说去教会里面 不管这个神 他是西方的神 东方的神 我想我可以求一求他 或许他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或许有一个祝福的祷告 也是好的 于是我去到教会 但是就在那一天 我被圣灵触摸 在那一天我去之前 我给我自己心里做了十足的准备 我说 我今天就是一点笑脸都不能给 因为我知道基督徒太爱传福音了 他一听到有一个人还没信主来到教会 我很怕大家太热情 我很怕大家跟我讲耶稣 我不想信 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们 于是我就想说 我要装成一个非常冷漠无情的人 走到教会里面 我就是要跟他们宣告 就是我今天只是来要一个祝福祷告 完事我就再走 你们这个地方我也永远都不会来 谢谢大家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的 所以我整天就开车路上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板着脸 因为大家都看出来 我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 我一不小心我就笑得很大声 所以我很怕我在教会里面暴露出来 我是一个开心的人 但是到了教会之后 圣灵很大的触摸我 让我没有办法再记得 我之前跟我自己讲的 要保持一个冷酷的脸 我到了教会之后 我站在那里 我就好开心 我太开心了 我觉得我回家了 太奇怪了 当敬拜的时候 在前面敬拜的时候 后来这是我师母跟我讲的 他说他从后面看到我 前面敬拜一开始敬拜的时候 我脚就跳起来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后来在那天结束了之后 那一天牧师讲的所有的信息 都从这里进到了这里 我都听懂了 而且那一天敬拜的师哥 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循环播放 你不想想都不行 他就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我受洗了 就在我第一个礼拜 去了教会 第二个礼拜 就是复活节的主日 我就受洗了 我受洗的感觉 真的是觉得 我回家了 大家看到我当时 你说这形象 多叛逆 我当时 瞟了我整个的头发 整个一脑袋黄毛 我当时想说 去了教会 会不会被大家嫌弃 但是大家 没有嫌弃我 于是我就这样 受洗 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那在那一天呢 我就拿到了教会送我的圣经 牧师在那个圣经的匪页上面 就写了这一节经文 这个经文也是 给我目前为止 到我信主以来的这些人生里面 对我是非常非常影响巨大的一句话 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真的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 但是神的这句话 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安慰 因为神亲自跟我讲说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以前我所有犯过的罪 一笔勾销 神告诉我 都是旧事了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那么在这个受洗之后呢 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 这个症状让我感觉到 有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 甚至感觉到自己 特别特别的奇怪 比如像我受洗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六岁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每天一下班了之后 我都很开心 我想说我要不然就要去跟朋友吃饭 要不然谁说要唱歌 我要去哪里跟人家唱歌 我要去逛街买衣服 要去干嘛 我有太多的活动 我有太多的活动 但是在我受洗之后 我的症状表现是 我好想赶快下班 我想回家敬拜 我想要把我自己 就关在这一个房间里面 因为我当时租了 别人家的一个房间 只有这一个房间的地方是我的 我要在这一个房间里面 我要敬拜神 于是我就自己戴上耳机 我那个时候可以 两个小时的敬拜 三个小时的敬拜 我就跪在床上面 然后我就开始敬拜神 就赞美神 然后很多的诗歌 就一直一直听 这个不是 不是说百分之百 出于我的本意 我就是想 就是想要心中 有那样一个渴慕 就是你不这样做 你难受到没有办法 我不想吃饭 我不想喝水 我那段时间瘦了很多 我以前对吃饭 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的 我天天都想 我想吃这个好吃 想吃那个好吃 可是那段时间 我对吃东西 我没有什么兴趣 我对蛋糕甜点 我没有什么兴趣 我就是想快点开车回家 可以快点 在我的这样一个小房间里面 我可以去敬拜神 我可以当我把耳机 戴上我跟神独处的 这样一个时间 是我觉得 我一天当中 或者是我一生当中 最美妙的 而且是我心中感到 最平安的 这样的一段时间 这是跟我之前 是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 生活的模式 那在这个时候 我也喜欢祷告 虽然那个时候 不会祷告 但是我试着 去跟神沟通 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说 神是我的阿爸天父 他比世上的 任何一个人都爱我 我心中 所有的心思意念 他都见察 所以我可以跟他讲 我心中的渴望 我可以到他的面前 赤裸敞开地认罪悔改 圣灵光照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 渴慕到神的面前祷告 那正好那个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就诊断出来 说得了癌症 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要为她开始进食祷告 于是从那个时候 我又开始了进食祷告 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 然后又是敬拜 又是进食祷告 反正每一天晚上的时间 都是完全属于神 我是要把我自己 该做的事情 要做好了 比如说你要洗澡 要干嘛 这些事情要做好 之外的时间 全部都是属于神 因为我不做 我没有办法去 让我心中 这样一个火去熄灭 当时点了一把 非常大的火 在我的心里面 把我烧得 没有办法 我不到神的面前赞美他 我没有办法 烧 这个火烧得 我一直流眼泪 到了我半夜十一二点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都想说 好了神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明天还会上班 心里那把火 还是在烧 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产生对神话语 极大的渴慕 因为我从神的话语里面 我终于明白 神创造我的意思 神要我在这个世上 做的事情 神对我说的话 哪怕在几千年前 他这一本书就写好 我发现神 每一句话对着我说 他让我明白 世上有对的 有错的 他让我明白 他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让我明白 他希望我用 我的全人全心去追求他 而不是单单 只是我的十一奉献而已 他要我所有的全人 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面 说要归给他 所以在那个时候 耶稣成为了我 唯一的热情 那个时候 在公司上着班的时候 我就好想好想 要读圣经 就是上班的时候 就打开一个网页 就开始读圣经 但是那个时候 心里知道说 不应该 因为这个时间 是属于我的雇主 所以我不应该 在这一段时间 去读圣经 所以每次 下班开车回家 赶快就开车回家 去做我跟神之间的事情 那虽然 那个时候 我被神吸引 到这样一种程度 是我感觉到 真的是被圣灵的火烧得不得了 被神吸引的 这样一个程度 可是我 仍旧想做一个 追求世界的基督徒 虽然我爱神 虽然神吸引我 可是我还是想要追求世界 我当时想说 这有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 因为我真的好想变成有钱人 我好想变成一个成功的人 我好想变成一个 让以前认识我的内心人 对我刮目相看的人 我好想要变成那种 一夜之间出名了 我当明星 我赚好多钱 我嫁给一个好有钱的老公 然后我老公还好爱我 然后我老公又帅又有钱 然后给我买一个大车子 给我买一个大房子 我每天什么都不要做 我只要做富家太太就好 我好想要那样的生活 而且当时 我还有另外一个担忧 就是我害怕 我怕神给我这样的感动 是因为神要使用我 我怕神要用我 我害怕神呼召出来我服侍 我害怕 如果我服侍 我就必须要在世界 跟神中间做一个抉择 我希望这一天 越晚来到越好 我不想要做这样的抉择 我想要做一个 有钱的富家太太的基督徒 我希望我可以得到救恩 但是我不要付出任何 我希望我可以 进到天堂里面 身上穿着洁白的西马衣 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掌权 但是我不希望 在我地上的生活里面 为福音的缘故 忍受任何的苦难 我不希望消灭我心中 那一个追求世界的心 我怕神呼召我使用我 我就没有办法再追求 我想要的 那些属于世界的成功 我也怕我对不起 父母对我的培养 因为我们家里面 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一个全职服事的人 我父母花这么多钱 把我从中国送到美国来 每一年那么多的学费 让我上学 结果我变成了一个传道人吗 所以我非常挣扎 我一边说我自己爱神 我一边每天跟神 有亲密的交通 但是我又怕神用我 因为我看见传道人没钱 传道人的生活 跟我想要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 我脑海中永远都有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豪车 哗停在门口了 然后有个戴白手套 穿西服的人 把门打开了 下来的就是我 是吧 浓妆艳抹 穿着小皮裙 登个高跟鞋 手里拿个五万块钱以上的包 哗哗哗就下车了 有人鞠躬 总裁夫人好 这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 世界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清楚地知道 神对我有护照 但是我不敢去讲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刚刚信主 我们当时教会 周日查经班 查的是罗马书 罗马书他们就说 呀 这个小姑娘刚信主 这罗马书对她来讲 会不会太难了 要不然我们就给她出信 就是刚刚信主的 我们就给她 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些比较基要真理 给她上一下 因为我受洗太快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主日聚会之前 牧师就会带着我在食堂 在饭厅 我们就找一个桌子坐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查约翰福音 从约翰福音开始查 那个时候呢 牧师就开始训练我祷告 他就说这个 每次查完经济之后说 来 你来做结束祷告吧 我说好 我来做结束祷告 然后我就祷告 我说 主啊 谢谢你啊 谢谢主耶稣 今天这个智慧开启我 让我学习了什么什么 就把这个当天学习的内容 复述一遍 然后呢 在之后的话 我说出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说 主啊 求主你使用我 求主你用你的方式使用我 我愿意把我的全人都献给你 我说完了之后 我就 我自己心里就吓了一大跳 我想说天哪 我怎么讲出这样的话 我在心里害怕的时候 牧师还在那里 阿闷 然后我想说 你先不要阿闷 于是我就心里带着这样一个担忧 我开车回家 我就跟神人最悔改 我说 主啊 主啊 我说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说我呢 今天可能是说走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 我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我说真是对不起 我现在呢 没有准备好 我 我 我没有说我要把全人都奉献给你 你 你不要想太多 我们就是先保持 目前为止这样的关系 我们先保持一段时间 我想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我今天说错了 你千万别当回事 那又到了下个礼拜 又去了 然后又开始接着读约翰福音 读完约翰福音 牧师又说 来 那个 你来做结束祷告吧 我说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今天让我学习神你的话语 然后 又开始讲了 说 主啊 谢谢你的话语 求神你的圣灵 光照我 教灌我 我愿意将我的全人 一生都献上给你 我叫 完了 这严重了 一生都献上给你啊 这话也说得出来 然后牧师又在那里 阿闷 我赶快开车回家 我又跪在那里 认罪回家 我说主啊 求主你赦免我 我说你看我这个嘴 真是每个法门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 好 或许某一天会是这样 但是现在还不是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说对不起啊主 对不起 你赦免我 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我以后我不再这么说了 可是 很奇怪的是 之后 每一次 这个查经结束之后的祷告 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话 哪怕我想着说 我千万 我今天祷告 我千万别说这个了 我怎么又说这个 他那个话就又是出来了 我刚开始天天跟神找借口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后来对不起也不说了 我因为时间太多次了 我说 好了神啊 我说这个话是不是你要我说的 我说如果真的是你要用我吗 你要用我 那我就顺服 但是你要帮助我 因为我是刚硬的 我是不愿意的 你要帮助我 除去我对世界的那一些 好奇 我以前对世界的那种执着 我对世界那种 我从小被浇灌的说 你要成功 你要成功 那种所谓的世界的成功的模式 你转变我的心思一面 在这样之后 我也一直没有放弃 对圣经的学习 我也没有放弃 我敬拜跟祷告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 我的心思一念 从这样一个坎过去了 所以我就跟神说 主啊 我愿意一生来侍奉你 好 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在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 我们就要讲到 我们是怎么到一起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小伙伴 他没有来 其实我们三个人 AI News是怎么正式组队的 在我跟神说 我愿意一生侍奉你 在那个节点的时候 他也是开始重新回到教会 他读了圣经 他认识神 而且他已经开始做了他的媒体事工 在这个时候 漠视先锋的炮长老找到我们 漠视先锋是一个YouTube的频道 他的创办人是炮长老 那炮长老呢 当时从他的角度出发 是因为2020年大选临近的缘故 他就想说 我要开一个新的YouTube的频道 然后这个YouTube频道呢 他希望想让年轻人来做 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他找到了Ethan跟Persela 因为Ethan跟炮长老是同一个教会的 那炮长老也知道 他有在做这方面媒体的事工 你要不要讲一下他当时怎么找你了 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来找我 他就是有一天我接到Persela的电话 说你最近是不是没工作啊 然后我就说对我刚好是空窗棋 然后我那时候刚好生小孩了 然后他说Paul现在要弄一个事工 就说OK那你要不要一起来 因为他知道我也缺钱 然后Persela也想要帮我 然后Paul也有看我PhD上面讲这些东西 然后他也没有常常看 就说OK我也同意 然后这个人很有心啊 OK长力还OK 那你就上去吧 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 AI News只有两个人 就是一个是Ethan 一个是Persela 因为他们跟Paul长老是同教会的缘故 所以Paul长老就找到他们 那当时呢他们就说 我们这个还缺一个人呢 当时他们是想要找一个什么人呢 是想要找一个就是会做后期剪接包装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电视上面节目 出了个片头 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一些画面啊这种啊 或者是影片拍完了之后 你要剪接嘛 他们是希望可以找一个 这样去做剪接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 同时最好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最好这个人又是基督徒 又会剪接 而且他还是个主持人 那其实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比较难找的 因为一般主持人 就只管主持而已 主持完了人家下班就走了 一般的主持人不会剪接 一般会剪接的人不会主持 你如果要找到这两个满足 就是又会剪接的主持人 第三个条件又不好找 因为他还得要是个基督徒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个同事就找到我 我当时在电视台工作嘛 他找到我 他就把这个条件讲给我了 他说 我记得你好像说你受洗了 我说是呀 我是基督徒啊 他说那你满足这个条件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我说哎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AI News就在这里 正式组队了 这是在2020年9月18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是受洗不久吧 那个时候大概一年半不到的时间 所以我就跨入了 我全职师奉的道路 他当时很厉害 他当时进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会干什么 然后每一个东西 因为再说一次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我又觉得说 我自己有媒体事工啊 然后也还蛮多人看的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来的时候 我觉得说 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进来这个地方 难道是怎么样吗 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 就马上就说 我们camera要放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拍起来比较好看 这个景深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一下子就说 哦 OK 这个人好像真的知道 他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而且比我还厉害 所以说一开始遇见的时候 他马上的一个 神给的一个冲击 就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是这样觉得 对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神给我的预备 就像跟大家之前讲过 我原来特别瞧不起 后期制作的人 但是神真的是预备我 如果我不去学习剪接 我不去学习拍摄 事工要怎么办 所以神是当时让我去做那些 我原来瞧不起的工作 原来是为了预备 我现在的事工可以去做 所以这上面 因为要准备今天的内容 所以我们到我们的这个频道上面 找了一下 说我们原来最初期 做的影片都有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频道 最初期的八个影片的内容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2020年的选举的问题 川普啊 然后当时我们就讲到说加州的法案啊 然后我们当时会跟政治人物来做连线啊 然后我们会讨论现在各种的议题啊 像对非裔美国人的赔偿啊 然后各个选区的候选人 还有各种法案我们都会要讨论到 这个是我们频道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做的事情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一个人 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马上突飞猛进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当时的是跟所有的人讲说 哦我就是来这个地方 我就是来当主持人的 你们我什么都不懂 政治方面 政治层面 我完全不了解 那你们可以把这个稿写好了之后呢 然后你们录什么 然后叫我录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期待我去做什么事情 你不要期待我去报什么新闻 你也不要期待我自己去写稿 然后当时我就这样子在跟他讲说就是 哦美国的政府的模式是什么啊 三权分立是什么啊 然后就从那个东西开始教导他 然后他一下子就全部就毁了 然后在好像两个月内 他就开始自己写稿 然后去做节目 对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就算在电视台吧 我主持的节目也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 我真的就是对什么国家运作呀 什么法案啊 什么候选 我一点兴趣都不敢 所以我当时到了他们中间之后 我就发现他们都已经知道 很知道这些东西 我很苦恼啊 那个时候我想说 主啊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怎么把我放在一个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呢 我想说你带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最起码这个地方 我还是有一些可以知道的东西吧 但是那个时候去了之后就发现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 我那个时候回家还哭了 我都没跟你说 因为那个时候没那么熟 我也不好意思跟同事讲 我那时候回家还哭了 我说主啊你就放过我吧 太折磨了 我说这都是什么啊 然后我就啊 我就在那里哭 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快快地 把这些东西都给学起来 你给我智慧 你给我聪明 让我把这些 我从来都不想了解 也没有机会去了解的东西 你让我把它快快地学习起来 学习起来可以让我来服事 我的事工 可以让我跟我的同工们都一起更好的配搭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组建了快乐的三人组 我们三个人当时非常开心 然后每个人各司其职 我们三个小伙伴 每天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我们每天讨论很多神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恩 就像之前我去信主了之后 但还在电视台上班的时候 我跟刚才跟大家讲吧 我说我就每一分钟每一秒 我都想读圣经啊 我都想快点把今天的东西弄完 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 我就开始查经 但是感谢赞美主 神给我一个这样的环境 包括我现在的事情 我可以随时随地地去看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就讨论圣经的内容 我们每一天工作的内容都跟神有关 我们每一天上班的环境都跟神有关 我觉得这是太感恩 就是神可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去自由地讨论他 敬拜他 然后让我们可以讨论一切与神国有关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感恩了 我真的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有这个样子的火热 然后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你每一天24个小时 然后你今天如果没有读圣经的话 你会全身不对劲 你会这边痒那边痒 不会痒啊 但就是心里会不舒服 你晚上会睡不着觉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不听牧师的那个网路上面的那个sermon 你睡不着觉 你每一天you are so hungry 你好饥渴饥饿 你就是想要更认识神 然后你每次看一个sermon 你听一个讲道 你就可以更认识你自己 更认识这个世界 更认识你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渴望 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回家祷告 真的是有这个样子的渴望 实在是太开心的 然后当你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你的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帮助也多大 好 那就在我们的事工平静安稳地运行了半年之后 大选结束了 这个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一件事 就是大选结束了跟我们的事工有什么关系 但是当时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 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们三个当时是有拿工资的 就是人家是开工资给我们每个人 就是你们去运行这个频道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拿到这个支票 每个月就像上班一样都会拿到支票 结果大选结束了之后 那当时支持我们的那个工资 他的运营状态就不好了 就是那个老板本身他自己就没有钱 他当时亏了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呢他就来跟我们讲 说 我就不会再开始支持这样一个事工了 你们自己去想想你们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瞬间对我们来讲就是天打雷劈 那三个最简单的字形容就是 没钱啦 哪有人会要去做没钱的工作 而且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 本来就是被人雇来的嘛 那他也是被人雇来的 就是你来写稿 你来博报 我也是被人雇来的 说你来剪接 你来主持 那Persela也是被人雇来 我们三个是被人雇来的 但是一瞬之间告诉我们说 雇佣我们的这个公司没钱了 他决定要解散了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要怎么办嘞 我们三个的情绪非常非常的低弱 我们一听到说没钱了 怎么可能 然后但是就是可能 人家都已经说了就是没钱了 于是我们三个就在冷风中 走到了隔壁的广场 没有人讲话 每个人都拉着脸 吹着风 去买了一杯奶茶 买完奶茶 我们三个就在这个广场里面转 就转 脸都拉得很长 就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说那就回到办公室去祷告吧 因为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只能靠神了 就是只能问问神 说神你要怎么办 于是呢 这个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决定 因为每个人都要付房租 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我才刚生了第二个女儿 这个是更严重的一个事情 然后奶粉啊 尿布啊 各方面的啊 然后我第一个小孩 还要开始去上幼稚园 幼稚园很贵的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好可怕 那如果没有这个工作 然后我的老婆也是全职了 是对家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 那他也是 然后Prisisla也是 我们三个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就是需要钱 那钱也是魔鬼最可以来攻击我们的东西 也是我们最难放开的一个东西 我每一个人常常说什么 对我们耶和华会赐给我们 但是真的一到现实的时候就 哎呀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OK 你如果不给我钱的话 那现实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 就是回去自己做自己 告老还乡 OK 耶和华你的施工继续 所以呢 当时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 这个选择也是当时 原来的那个施工创办人给我们的建议了 就说你们 就解散了 你们就去找过过嘛 就你们原来该干啥就干啥吧 对不对 你就像他 你就再去设计服装嘛 你再去当那个设计总监 手底下还有几个人 你去管管 一个月挣不少钱 他说你 你就那个 你还是去回到电视台里面吧 你去当你的主持人 你做什么都可以 他说他 你们都出去自己找公司 你们去协简历去应聘吧 就还像正常的年轻人一样 你们就回去 做你们应该要做的 或者是想做的事情 可是当时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讲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原本不属于 我们的事工 我们只是被雇来的 这样的一个 对很多人来讲 微不足道 甚至是什么都不算的 没有什么粉丝量的 YouTube频道 但是是神的事工 也成了我们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继续做吗 于是我们三个人 就那天真的是痛哭 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询问神的心意 那当时呢 其实最纠结的一点 就我觉得当时我们的 同工都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都很顺服 因为我们当时 已经产生了一个共识 就是没有钱 我们也会继续做下去 这个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当时我们要 祷告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的是 神要不要我们做下去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要把事工停止吗 还是这是神要提升 我们的一个过程 祂是要我们继续去做 但是只不过是 面临断子的问题 我们想要知道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们在一起祷告 那祷告了之后 我们就清楚了 神带领的方向 那个时候真的是 每一个人 信心都是坚定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次祷告的内容 不只是说 请神给我们方向 像说我求 请神给Eaton方向 然后请神给 佛利亚方向 请神给佛利亚方向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请神 给我们三个人方向 我们把这事工 全部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把我们自己 交在你的手上 请你来使用我们 请你来使用我们三个人 我们觉得 这个世代 需要这个样子的声音 因为我们发现 网路上 甚至在教会里面 没有人在讲 这个样子的事情 没有人在 用圣经的价值观 来看 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还有政治里面 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小孩被抓 要去变性 然后我们看到 世界道德观越来越烂 同性恋的这个 这个同婚通过 然后没有人可以阻止 然后政府不停的在 夺取我们的权力 我们的持枪权 我们的教育小孩的权力 现在各位知道吗 你如果是 你的小孩如果是13岁的话 他的medical record 他的病例 父母是没办法调查的 就是你的小孩 今天去学校 老师给他吃什么药 老师给他涂什么东西 老师今天给他安眠 要镇静自己各方面的东西 你回来觉得你小孩怪怪的 然后你去跟学校讲说 你给了我小孩吃什么药 学校可以跟你说 这个是你的小孩的影子 你无权去管 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权力 从父母的手中夺去 然后送给学校 送给政府 然后我们如果不报道这些东西的话 没有人会知道 特别是华人父母 每个华人父母都觉得 大家过得很好啊 我们父母在美国这个地方 安居乐业 小孩也很好 不长得怪怪的 然后又打耳洞又染头发 乱七八糟 但是至少英文比我们好嘛 所以说我们发现 我们的弱点 然后很多基督徒的父母 基督徒的二代 直接离开了教会 完全没有办法继承他妈妈和爸爸的信仰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声音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请你带领我们 请神带领我们三个人 我们一定要继续这个事工 那当神给我们回应 我们说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事工的时候 神真的一路带领我们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 每一天每个月 我们都在见证神的工作 很多时候觉得说 哎呀没钱是不是多可怜呢 是吧 就感觉你说这一帮人 这年纪轻轻的也挣不了啥钱 你说这日子得过成啥样 是不是多可怜 其实一点也不可怜 因为如果你过得太舒服 你会觉得你不需要神 你过得太舒服 你的确会觉得你不需要神 但是当我们 好像就像彼得那个时候 把脚踏在水面上 那个时候 因为你面临到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 你必须要这么去做的时候 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 原来神在乎你 甚至在乎到每一个小的细节里面 你一切的担心都不需要担心 神的话语真的是信实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真的是信实的 你不要害怕你没有钱 你不要害怕你会怎么怎么样 你所有的担心 在神里面真的没有担心 只要你相信他 神真的是信实的 而且圣经上面的每一句话语 神的每一个应许 都是真的 所以在我们 顺服了神的带领之后 我们明白说 神就是要我们去走一条道路之后 我们就见证了很多的神迹 那我们见证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 意想不到的爱 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爱 我们在断字了之后 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在频道上面发一个影片 因为那个时候粉丝量也不多 然后观看量也不多 每一个影片观看的也不多 所以我们当然想说 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在频道上面 发了一个影片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目前处于一个 断字的处境 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 居然有很多 如果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开始给我们捐款 我从来没觉得 任何一个人会在乎我们 我从来没觉得 任何一个人会在乎我们的事工 我也会看YouTube频道啊 我也有关注很多博主啊 但是你如果 你让我看到一个YouTube频道 这个博主讲说 我没钱了 我要断字了 那我这个频道又关闭了 那我能怎么做 我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我就想说 I feel sorry for you 对吧 但是 我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我想说 那你会去找 你其他的行业去做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的一个小频道 我们每一个 影片观看量都不高的 甚至我们 我们根本也不是传道人 我们也没有读过视频 我们什么都 不是没有人会在乎的 这样一个人 居然有那么多的人 在乎我们 有人打电话给我们 发邮件给我们 然后开始有捐款进来 甚至当时有很多的牧师 突然出来支持我们 甚至我们以前 对他们都很不熟悉 但是他们一听说 我们要断了 然后他们就 啊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突然就对我们 非常非常的关心 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认识了很多的牧长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惊讶的 有那么多的人在乎我们 但是我知道 他们其实在乎的不是我们 他们在乎的是神的话 他们在乎的 是他们顺服了圣灵的带领 如果当我们一顺服 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神就开始做工 神会 圣灵会在各个人心里面 放下这样一个感动 我感谢这些弟兄姐妹 是因为他们 真是顺服的人 他们真是爱神的人 他们不会为了自己 做这样一个行为 而觉得奇怪 因为他们完全顺服 圣灵的带领 去哪怕 捐款给 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所以呢 虽然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 突然开始联络我们 然后为我们祷告 然后为我们捐款 但是呢 其实我们捐到的钱 还是不足以 支付我们三个人的薪水 那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是一个元 拿1500块的薪水 因为就是说 你就是交你的房租 然后剩下的一点钱 你去买菜吃饭 这个样子 所以加油 这个是一个月1500块钱 但是当时呢 还是不足以支付我们开 三个人的工资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更多更多 见证神的恩典 一直到今天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收入 都达不到我们的支付 但是我们每个月 居然都开得出来薪水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我不想去查银行账户 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每个月的 进账是多少 我知道我们每个月 开出去的更多 但是我们到现在 从来没有缺乏 我们从来没有缺乏 神的恩典 一直都在那里 我想这个是 神对我们非常奇妙的 非常甜美的爱 祂让我们知道 虽然你看不见我 但是你知道 祂就一直在你的身后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哪怕你看你的银行照片 你就觉得 一个基本数学嘛 怎么可能 收入少 支出多 怎么还能活到现在 三年了 朋友们三年了 三年了 而且我们越来越丰盛 我们过得越来越丰盛 我们从来没有缺乏 所以弟兄姐妹们 千万不要害怕没有钱 也千万不要让钱 成为撒旦可以引诱你们的毒钩 很多人被钱捆绑 钱成为很多 去拉扯基督徒灵魂的 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某一天 面临到钱和神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选择神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 第二个选项 你必须要选择神 你必须要跨过 金钱对你的引诱 因为你眼睛能见得只有那一点点 但是在神这边有无限的恩典 钱这个东西 当时钱是非常非常紧绷的 然后我其实是一个 对钱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我每次看到账号里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样子 我就会在公司里这样子 哎呀哎呀哎呀 快点啊 我们现在赶快跟神祷告吧 不然下个月薪水又怎样怎样 又就付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每一个月 都有同样这样子 我一个害怕担心的祷告 但是我们每一个月 都可以不然就是接到 其他的工作机会 然后不然就是接到 有些人就是愿意 额外的捐款给我们 或者就是我们 刚好那一个月 刚好有退税 可以进到我们账号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用领薪水 各方面的东西 反正这三十年过去了 尽管我们每一天的 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薪水 还有这个支出卡 收入跟支出全部都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 这个就是对我来说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 看到就是 神经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们每天是要等玛拿的 原来我们不是 玛拿可以存在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继续吃 然后我可以吃两倍的 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东西 神都会公布 那当你选择 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 或许这条路你看起来 会是毫无希望 而且是非常艰难 甚至是无从下手 你都不知道说 天哪 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 但是当你顺服 就是神说你去的时候 虽然你可能内心有挣扎 但是你到最后决定说 好我去 求神你帮助我 神真的帮助我吗 我刚才跟你 跟大家讲到说 我们在金钱方面 神帮助我们 还有就是 当我们顺服之后 神给我们巨大无比的恩典 在我们被断资了半年之后 又过了半年 突然被告知说 办公室也没有了 所以不光是断资了 我们也没有地方 可以正常的办公和露营 那在那个时候呢 感谢神 有另外一个教会 愿意接纳我们 他愿意把一个地方 给我们使用 但是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我们整个惊呆了 一个巨大无比的绿木的摄影棚 它那个地方大到啊 你一个月租出去 你不知道要租多少钱呢 那样一个地方 完全免费给我们 让我们三个人在那里 而且又有冰箱 又有微波炉 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 当你看到是一个绝境的时候 神让我们绝处逢生 他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 然后我们又继续开展了 更多新的施工 因为那个时候 2022的选举又要来了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新办公室 就可以满足了我们 可以去采访别人的需求 如果大家要回去看 我们最出奇的影片 还有人说 哎呦 你们这个办公室真大呀 那个你们后面 哎呦很深的 好像一个那个图书馆一样 我说不是啦 你看错 我们从Amazon上面 买了一块布啊 贴在那里呀 那后面是一个布啊 布上面画了书架 很窄很窄的地方 甚至那个地方窄到 坐两个人都很窄 但是神把我们 换到一个这么大的场地 为了让我们 可以去采访别人 可以去采访这些 被神呼召的 而且爱神 敬钱的基督徒 神叫他们 要去到他们该去的岗位里面 神让我们可以 有机会去采访他们 讲英文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翻成中文 让大家明白 他们在讲什么 我们可以帮助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所以呢 这个是神开启了我们更多一步 事工的进展 而且不仅如此 我们还加入了竞选团队里面 所以要到竞选季的时候 我们也会出去爱家爱户的敲门 我们去帮助做义工去做竞选 而且呢 我们帮助了很多很多 被神呼召的候选人来 你如果去看到他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真是神把爱他的人 把他拣选呼召的人 放在社会各个的领域里面 甚至你知道有人 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啊 他们拿到死亡威胁 我知道你小孩在哪里 我知道小孩在哪里上学 你说当你遇到这样威胁的时候 你怕不怕 你家人的生命 好像都被攥在魔鬼手里的时候 你怕不怕 但是他们真的是有巨大无比的信心 而且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给他们的预备 每一位这种敬贤爱主的候选人 哇 你拉出来 每个人都像牧师一样 大家都可以这样讲到 然后我们在一起谈论的 都是神国的事情 你会觉得这种关系是何等的美好 你会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 神把他们塑造的刚强 他们靠着神可以得胜 他们不害怕一切的黑暗权势 他们可以去到神把他们栽种 要他们去服侍的地方 去服侍的河场 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而且也给我们非常多的信心和鼓励 而且在我们的事工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见证 我们有非常多其他观众的见证 因为我们常常做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对大家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觉得说 底下骂我们的人居多 通常就是同意你的 就是看完你的东西 就就哦 好 这两个人 但是不同意你的 就像那个 男主持人怎么头发这个样子啊 女主持人怎么 今天妆没画好啊 眉毛一高一低啊之类的东西 别人刻薄的时候是非常刻薄的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到底对我们的观众 还有社区有什么影响 有做工的果效 对 是什么呀 但是感谢神 神使这些做工的果效 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慰 对 我们有本来要变性的男生 然后他写信过来跟我们说 我看了你的影片 所以我决定不要变性 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计划 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 神要用我 要来证明说 这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他爱耶稣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同性恋 写信给我们 说他认罪悔改 他决定要跟随耶稣 他决定不要再犯奸民 他决定从这一天开始起 他不要把自己的欲望 摆在地狱 直到神给他的另一半之前 他决定他不再犯奸民 我们遇见了很多刚强的牧师 就跟他刚刚讲的一样 那些人被死亡威胁 那些候选人被说 你的女儿在哪里我知道 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知道 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我知道 这样子来威胁人家 自己的家庭都被威胁 但是他们不害怕 他们反而更刚强 每次遇到这个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反而出来说 我被攻击的时候 就是对的时候 就是表示在做 神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 神真的是信实的神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呢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告诉大家 在过去三年里面 我相信在我们一生的时间里面 这一节经文 都是永永远远 可以成为我们巨大无比的安慰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真的不需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 在美国 或者是在其他地区的朋友 我们还会忧虑 我们住什么 对吧 忧虑太多了 我们的忧虑太多 如果你想要忧虑的话 这个忧虑真的是可以马上就把你压到 你的忧虑太多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外邦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些 每天在我们脑海中所存在的 也不应该是忧虑 这是基督徒跟其他的人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属天的喜乐充满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忧虑 我们不需要忧虑 神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用的一切东西 天父是知道的 他知道我们要什么 他知道你哪里有缺乏 他知道你的孩子要去哪里 怎么怎么样 他知道 他这些东西都知道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然后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次序的问题 你要先跟神说 主啊我要钱 我明天要吃大闸蟹 我明天要吃什么什么 还是我要喝什么 我要喝什么 那个82年的蜡飞 是吧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所以当神的国跟神的义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 我们真的走到哪里 带着神的心香之气的时候 神说这些东西他都加给我们 因为他知道 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知道我们的所求所想 他检查我们的心思一面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 虽然今天跟大家有很多鼓励 然后给我们讲很多见证 但是有的时候难免嘛 情绪也会有波动 所以呢当我们的情绪 有波动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目有一点涣散 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有一节经文 其实是给我们带来 巨大无比的安慰 就是在西伯来书 十二章 这里讲到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感谢赞美主 这些大家可以去读 西伯来书十一章 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讲了 许许多多神的见证人 这些见证人的故事 都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巨大无比的激励 那这些见证人 现在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当我们看见他们 神借着他们 手中所做的美好的工作的时候 就让我们真的放下一切的重担 而且一定要脱去 缠累我们的罪 一定要存心忍耐 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这一个路程就是 主耶稣基督 把我们放在 祂的荣耀的命定里面 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 这样一个路程 而且让我们在 这一刻的时候 眼目永远也不转离 一直要坚定地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因为我们信主的年日 也都不常 也请大家多多地指教 但是这个是我们 真真正正地 遇见耶稣 在我们每一天生命里面 所做的生命翻转 改变更新的工作 我们现在喜欢的 不再是我们以前喜欢的 我现在脑中所想的 他脑中所想的 跟我们之前 没认识神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了心意更新变化的工作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鼓励 弟兄姐妹 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回去 也可以做一个祷告 不要害怕 我原来也走过 这样的路程 我怕神呼召我 我怕神使用我 但是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们 你们不要害怕被神使用 你们不要害怕被神呼召 因为这是你一生当中 你能够做的最美好的决定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 你的生命在主耶稣 基督的手里 在他的手里 比在你自己手里的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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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